财经天下现在播报 这是老杨到处说和加美财经联合制作的一档财经节目 欢迎收看 今天的要文 那么中美援手的巴黎岛会晤 G20峰会上习近平发表两讲话 中国公布的三项衡量经济的重要指标数据 均不及一期 中国继续加大对黄金载行业的支持力度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美国欧洲亚洲股市的简报 当地时间11月10号 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 道指跌0.62% 纳指跌1.11% 标普500指数跌0.89% 热门的中概股多数上涨 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涨了0.47% 11月15号欧股集体高开 德国DUX30指数涨了0.37% 英国富士100指数涨了0.06% 法国CASTI也就是西埃西的40指数涨了0.25% 欧洲斯托克50指数涨了0.12% 涨幅不是太大 但还在涨 10月15号A股收盘 三大指数单边上涨 截止收盘 上证指数涨了1.64% 深圳城指涨了2.14% 创业板指涨2.38% 港股保持强势行情 香港恒生指数收涨4.11% 恒生科技指数涨了7.3% 均创9月22号以来收盘的新高 其他主要的亚太指数 是日经指数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收盘为涨 涨幅不足 0.3% 第二个呢 我们介绍一下主要的市场资讯 中国的市场热门资讯 那么首先第一条当然是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习近平和拜登的会晤 那么这个会晤呢 涉及的面很广 虽然没有达成联合声明 但是也涉及到了很多问题 今天的重点呢 会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当地时间11月15号 习近平的20国集团峰会上 会不会讲话 特别谈到了要遏止全球通胀 化解系统性经济金融的风险 尤其是发达经济体 要减少货币调整政策 的负面的怀意效应 党债务稳定的可持续的水平 那么也谈到 坚决反对把粮食和能源 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那么解读呢 就是可能是引悔的 对俄罗斯提出批评 因为俄罗斯攻击了 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 在联合国处筹一降协议之前 俄罗斯一直阻止 乌克兰的小麦出口 当然他也重申 中国对西方制裁的一贯反对 要撤销单边制裁措施 取消对相关科学合作的限制 他认为以意识形态划线 搞集团政治和政言的对抗 只会割裂世界 阻害全球发展和人类的进步 高度占得很高 11月15号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三项 衡量经济的主要指标数据 数据显示 10月混中国规模以上的工业增长值 同比实际增长百分之五点 百分之五点零 从环比看 10月混的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比上个增长百分之零点三三 一到10月混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百分之四 房地产行业方面的数据显示 10月混中国土地市场持续疲乱 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 叫国房景气指数 为94.70 继续成下降的态势 数据显示 一到十月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同比下降百分之八点八 其中住宅投资下降百分之八点三 一到十月 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同比下降百分之二十二点三 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百分之二十五点五 商品房销售额下降百分之二十六点一 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百分之二十八点二 我们再来看看社会消费的数据 十月混中国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 是四万零二百七十一亿元 同比下降百分之零点五 其中除了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 三万六千五百七十五亿元下降百分之零点九 总体来说 十月混的中国经济的三项指标均不及一期 而标志的比九月混有所放缓 麦格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指出 今年中国前十个月的家庭贷款还不到 还不到一年前的一半 现代数据令人失望 主要是由于房地产市场的低迷 当然过去的几天 中国当局宣布了支持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市场的措施 根据二十一世纪财经报导 在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 相关通知下达之后 十月十四号多家银行举行的内部会议 讨论进入国家大房地产的信贷投放力量 就中国政府最近的一系列举措来看 经济学家人很明显 决策者现在有勇气采取更果断的行动了 有一锤定音 恒生银行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丹表示 新措施规模巨大 相当于针对房地产行业的信贷宽松 这跟前几轮渐进的支持措施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王丹说 使得开发商的面临贷款厂盘期限的迫近 监管机构即以避免金融领域 因为潜在违约潮而引发任何系统性的风险 他普通说 尽管如此 购房需求依然疲乱 住房市场情绪的任何逆转 都可能取决于经济的长期的前减 第四 中国银保监会住监会 央行发布了通知 允许商业银行和优质的房地产企业 开展保含置换预售监管资金的业务 房企要按规定使用保含置换的预售监管资金 优先用以项目工程建设 厂还项目到期债务 不得用以购置土地等等 这个是围绕了最近监管机构的保交楼要求而提出了 第五店为了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提振经济 央行等六个部门14号联合印发通知说 对于2022年第四季度到期的小微企业的贷款 鼓励银行业的金融机构按市场化的原则 跟企业共同协商延期还本付息 延期贷款正常继续免收发息 第六 随着政策利好的不断释放 房地产行业龙头B柜云的股价迎来了回调 11月15号B柜云公司早间公告 将配售14.6亿股的新股 筹集资金39.2亿港元 这批配售股份占公司已发现股本的6% 受此消息的影响 毕贵园股价大跌 前一日受房地产利好政策的影响 毕贵园港股的股价涨幅 意图高达50% 尽管配股融资 融引发投资者的看空情绪 导致股价的短期承压 但毕贵园的董事说 这个做法将加强集团的财务状况流动性 并为捷款提供资金用于现在境外债进行债融资和一般的运营的资金 这是中国方面的热点新闻 海外市场热点新闻 第一 2020年因为重仓科技股大赚被市场称为女版巴菲特的木头姐凯西伍德警告 美联储激进的快速加息的策略 会将导致美国经济重蹈1930年代式的大悲大萧条的悲剧 那么根据财务杂志报道 根据这位ARK创始人的计算 一个世纪之前为了应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流感带来的通胀压力时 新成立的美国中央银行在1920年代的大约两年内 把利率从4.6%提高到7% 尽管目前的通货膨胀率大大低于当时的联化24% 伍德说美联储已经从25个基点开始加息16倍达到了4% 第二 美联储副主席布莱纳德星期一表示 近期的通胀数据提供了一些令人放心的迹象 表明价格压力不再扩大 美联储可能应快就会放缓升息的步伐 但美联储的理事长 李氏 我了 星期六表示 政策制定者能有一段路要走 希望看到更多的类似的数据 然后再放松刹车 第三 博克希尔哈萨维 透露了13F的文件 13份文件 那么显示 三季度的建仓台积电 时仓市值达40亿美元 增持西方石油雪佛龙等 重仓股包括苹果 美国银行 雪佛龙可口可乐 以及美国饮通 第四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 亚马逊 开始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源 计划最早于本周 财源约1万人 哇花的财 第五欧贝克14号表示 疫情2022年的全球石油需求将增加255万桶 每天 较此前减少每天的10万桶 这是今年以来 欧贝克第五次下调全球全年的石油需求的展望 第六 彭博社报道 在截止九月混的三个月里 日本经济出现萎缩 日元汇率的历史性下跌 作中引化了日本政府对外卫市场的干预 日本内阁周二的公布 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收缩了1.2% 为去年以来首次下降 经济学家此前预期日本经济扩张1.2% 出货意料的收缩 反映了日本受困与货币的影响 以及从疫情中稳固复苏的道路一来漫长 进一步的风险给日本经济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第七 彭博社的报道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年认为 日本和美国正在合作制造下一代的半导体芯片 同时还以一系列国家 尤其是亚洲国家合作 加强芯片的供应链 好了 今天的重点资讯的解读 当然焦点还是20国集团 11月15到16号 20国集团正式在巴厘岛 超开 之所以备受瞩目 不止因为就2019年6月在日本大阪举行了G20峰会以来 G20领导人三年来首次整整齐机的聚在一起 当然还有一个人没来 那就是普京 关键是今年的国际形势特别的复杂 首先持续了三年的新冠疫情 给各国带来的影响还在持续 中美关系持续的紧张 今年年初爆发了欧战争 引发了一系列能源供应链的危机 各国政府被通胀加息 以及长期衰退的风险的问题所困扰 诸多这么多问题 都是各国领导人关心和期待解决的问题 10月14号峰会前 中美援手在巴厘岛的会晤也备受全球瞩目 这也是两个人呢 拜登就在美国总统以来 首次跟中国领导人面对面的会谈 当然各自谈了很多问题 白宫的解读和简报 跟中国发出的简报有一些不一样 特别谈到了三个小时的闭门会谈 拜登说了一些困难的话题 包括美国反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 以及非经济 非市场经济的做法 以及在新疆西藏香港的做法 以及更广泛的人权问题 中美关系当然呢 习近平有习近平自己的立场 也希望两个国家的关系 能够重新轨道正轨 那么拜登有拜登的说法 那他重申这种竞争 竞争是激烈的 但这种竞争不会转向冲突 中美两国必须负责任的管理好 这种竞争保持开放的沟通的渠道 台湾问题也是各说国话 那么习近平讲的 这是第一道的红线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但是中国内政当然也包括乌克兰问题 朝鲜半岛的核问题 他们就谈了 那么各自的问题都有各自的说法 这一次的中美两国领导的会务 主要努力的主观上 还是朝向稳定中美双方关系的目的去的 当然未必能够解决方向这个问题 但是可解决阶段性技术性问题 中美两国已经跌到了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而且有可能还在下跌 但是双方的外交渠道也在努力修复关系 包括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 早期接受访问这表现 这一次的中美元首的峰会 是在稳定美中之间的关系 为美国企业创造更加确定的氛围 很少人也很少有分析人士 预计紧张局势会出现进一步的缓和 但孙印说 华盛顿的史丁生中心的孙印说 拜登发出了一个令人放心的信息 中国方面的消息令人欢心 说双方都有改善紧张关系的意愿 但是除了共同希望避免最坏情况 这些冲突之外 孙印认为在更稳定的关系意味着方面 两个大国有非常不一样的看法 尤其是台湾问题看法背道而止 如果我们期待这次峰会 能够袭击般的挽救这个关系 会到更好的水平 可能还要做官方更多更多的努力 伍德罗的威尔逊的国际学者中心的中类 把巴黎岛的会晤形容为 户一户工作 不难的工作 即使是布林肯访罚 最终也可能是踩水 就是停滞 而不是取得突破 他看不好中美关系的前景 对习近平来说 地区稳定他想坚持的东西 中国的发展和四处施压 一直是东南亚几个小国的担心 面对面的过程中 习近平如果对拜登表现过分的冷淡 不灵活不必要的强温态度 没有任何好处 拜登来讲他的外交优先是俄乌战争问题 控制俄罗斯对乌克兰入侵 无论拜习两个人对世界传达什么信息 但是两个大国很明显 对双方的意图在深表怀疑 拜登政府在上个月发表了国家安全战略 中国是无疑可以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大国 寻求把重点放在确保美国的优势 竞争优势 包括新科技方面 当然中美关系能难继续的因为台湾问题 而继续的恶化 那么这里面呢就是 佩罗西的事情呢 搞到现在还没完 还没完 美国的共和党的麦卡锡 有可能成为下一任的众议院议长 他也说我也要去台湾 那么所以虽然认为 在拜登做出保镜之后 习近平可能有更多的空间 不对麦卡锡去访问 做出过度的反应 但即便如此 中国人是否能够忍受得住 不做任何严厉反应 这一点还需要做基尼部的观察 如果佩罗西访台是这么大的发展和动作 那么麦卡锡去你一声不吭 恐怕对国内的疫情也交代不了 财经天下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察 感谢大家的观察